今天来到第三部的第七课 十二个支派与十二使徒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经文启自于马可福音第六章七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权柄 自负乌鬼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求你今早就来向你众额你来说话 我们愿真理的圣灵 亲自的来光照我们的思想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转化 使得我们的思想完全归向你 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十二个门徒 跟十二支派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思考这两个两个的其中的意义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 让我们看见两个两个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求你 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报贵名祈求 Amen 十二支派在跟我们这一个系列里面 第三部里面 我们的主要是讲到一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 然后我们在新页里面有看到十二个使徒 今天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来圆读十二支派的每一队之前 就是一共有六队 我们要先来奠定一些圣经很重要的一些的基础 这些的基础 首先我们要来看圣经对十二这个数目 它是如何一个很有独特的一个属灵的意义 你发觉在圣经里面 十二个这个数目 一共出现了一百八十七次 而且有二十二次是在启示录的 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到里面 讲到很多关于启示录 特别是在我们这一部里面 讲到十二支派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其实是放在启示录的第一起章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了二十二次 十二个这个数目 而这个数目简单来说 它是象征一种永恒里的完全 七是暂时的完全 说是一个周期 可是呢十二是一个永恒里的完全 所以它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能力和权柄 所以呢特别在完全正确的治理上 换句话说 Is the eternal administration 是一个永恒的治理的一个数目 这个永恒的治理的数目 等下我们从圣经 全部的圣源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这十二里面一个很清楚的 一些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看 整本圣经对这个十二的意思之前 我想我们想从就业里面 圣殿里面所摆设的这个橙色饼 为什么只有十二个呢 而要把这个饼摆列 为什么要把它摆列成两行呢 而每饼用御法十分之二 每行六个 在耶和华面前 金金的桌子上 神对以色列十二字派的永恒的这个乐 的关系 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有上到 关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 我们上个礼拜 也讲了上帝对以色列计划 而这个计划 整个的重心是 神如何跟以色列立业的 我们从上帝如何呼召亚伯拉罕 然后到他的孙子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然后雅各的名变成改为以色列 这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 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 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上帝借助摩西给他们很清楚的律法 所以在立位纪二十四章就有讲了这 刚才我们所谈的在圣殿里面 为什么 在立位纪二十四章五节开始讲说要用细面 烤成十二个饼 这个十二个饼就是橙色饼放在圣殿里面的 而跟每个饼是用的预发十分之二 然后把饼摆列两行 每行六个 在压滑的面前 晶晶的坐纸上 就是橙色饼 如果我们有学过会幕里面的摆设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个摆设 每一个区区都指向基督的 这边告诉我们立位纪告诉我们说 要把敬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 作为纪念 就是作为伙计献给耶和华 当每一个安息日要造成摆在耶和华面前 这要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 而这饼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 他们要在圣处之 为永远的定列 因为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是直升的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究竟是在讲些什么呢 这十二个饼 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字牌 而我们从出埃及记第28章那里 从九节给我们看见 上帝给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个大祭司里面 他大祭司的圣服 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规定 在第九节那边说 要取两块红玛瑙 在上面刻上了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在这个宝石上 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 换句话有两个宝石 一共一个有六个名字 有六个名字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 十四万四千那个受印的以色列人里面 十二个字牌里面 当我们接下去研读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摆成六对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是圣经记载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属灵的意义 他说要将这两块宝石 安在以复得的两条的肩带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亚伦要在两肩上担负他们的名字 在耶和华的面前作为纪念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连诗篇也有谈到这件事情 在诗篇105篇时间说 他又将夜向雅各定为立略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纪 而这个橙色饼至少含有六磅面粉 而将这十二个饼的重呢 是超过七十磅 而这必须是细面的 因为这橙色饼象征了生命的粮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换句话说 你知道吗 在那个橙色饼上面 我们还有看到一个灯台 对不对 金针台 代表耶稣是世界的光 这边给我们看一下 耶稣不只是世界的光 他也是生命的粮 所以呢 耶稣对门徒说 我是生命的粮 来到你们这里的 永不饥饿 对我有信心的 永不饥渴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十二里面 你发现从旧业跟新业 我为什么要花这段时间来谈 这两队六个 六个 或是他们成为一队 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呢 因为这个跟我们以后 要来把这个门徒列为六队 或是把这十二支派列为六队 来研究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先把圣经的这些背景 来看 然后我们来看到新业的时候 主夫赵十二个门徒 成为他们天国的福音的见证 你发现 我们这一次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的教导 这一部里面 我们教导是 不断在看这个十四万十千的 以色列人 受印的究竟是谁 其实这个十二个支派 是对应主 开始挥呼召的那十二个门徒 那十二个门徒 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 这十二个使徒 跟这个十二个支派 之间究竟是有什么关系 你发现 这边给我们看见 从君王的这个框度来来说 他们是受印要传到的 使徒的意思 is the saint one 受拆遣的 所以呢 这个也跟我们 在讲这个十四万四千的这个受印 我们要明白 启示录第七章 这十四万四千人 一共有 你发现 十二个支派里面 乘以十二 就一百十十四 如果再乘以一千 一千 这个跟千新人有关系的 你发现就有十四万四千人 换句话说呢 最终呢 你发现跟保罗所讲的 其实在基督里 外邦跟犹太人 这两下要归为一体 以上帝和好 并且要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厌处的人 也给你们尽处的人 这是一副手术 第二章 十七节所讲的 然后接下来保罗说 因为他们 我们借助两项 借助他被造成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入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再也不做外人 不是克里 乃是以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并且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好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 给大家一个 希望你能够看到一个宏观 简单的说 你发现十二支派 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 你发觉在整个就业里面 是讲到他们如何失败 我们上次在第一部里面 有谈到 他们以色列历史可以说 开始是五百年 先知来带领 接下来五百年 君王来带领 然后最后五百年来带领 是祭司 可是到最后圣殿被毁 完全失败了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 整个的以色列历史 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历史 那你发觉就业为什么要有先知呢 如果以色列人真正是君君的祭司 好好做君王 好好做祭司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先知的 所以你发觉在整个的就业里面 上帝不断的兴起先知 你发觉 以色列人完全还是失败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这个律法 借着摩西给的 这个律法不能救他们 只能定他们的罪 只能够把这个律法 把众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你发觉 至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他设立了这个十二个门徒 门徒 或是后来我们讲这个使徒生 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 使徒就是被差遣的意思 被差遣的意思 关于我使徒跟就业的先知 就如刚才我读的 我讲的这个以赴手术第二章二十节 他说并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这个利好的根基 谁都不能更改 而这个根基就是基督 他自己做这个根基的反脚事 所以你发觉 在就业里面的先知 跟新业的这个使徒 两个就变成了 就业的先知是整个的 就业里面的启示 使徒是整个的新业的启示 所以为什么圣经结束的时候 再也不能够 启示录最后讲什么第二章二章 我们不能够在这本圣经里面加什么 或去删去什么 这经上一期的语言 我们不能再加 换句话 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 我们要留心怎么在上面建造 所以呢 你发觉 为什么到最后 上帝对以色列人 有这个最后的这个心意 就是在当教会被提后 就是在中央被提了后呢 第七章那里 上帝为什么要使14万 4千的以色列人 十二个字派受印记传道 这个也是让我们铺垫以后 我所要讲的东西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因为将来有很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所以呢 不要等到家族关起门来说 我们说 主啊主啊 为我开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不要像 那个以色列人一样 硬着景象 他们有一些是 永远不会悔改的 可是上帝所拳选的 这十二个字派全家 就要得救 所以呢 在路加福音 第十三章 那里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说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亚哥和众先知 都坐在上帝的国里 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要哀哭却吃了 那些是对那些不幸的 上 以色列人 所讲的 他说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到上帝的国里做习 就是这两下造成的新人 将来 你发现最后上帝要 以色列人受印的十四万四千 来 这个福音的最后的一半 传道的最后一半 这个也就是启示录 里面在大灾难里面 我们以后所要谈的一个主题 我今天只是想跟弟兄姐妹 我们铺垫一些基础 以后我们再谈 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神的国怎么来到地上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 你发觉在新耶路撒冷 就是在启示录第21章那里 就说新耶路撒冷 要降临 耶汉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把他带到一座很高的山 将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来指给耶汉看 耶汉看见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祭贵的宝石 好像披衣 鸣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而门上有十二个天使 而门上又写了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三个 东南西半 西北各有三个 你发觉 新耶路撒冷的每个门上面 都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然后呢 城墙的根基呢 却有高扬十二个使徒的名字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为什么这个启示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就是 十二使徒跟 十二支派之间 关系讲得最清楚的一节经文 几段几节经文 你发觉 城门 所代表的叫做影响力 城门 所代表的 上帝卷选以色列人 本来是要成为 列国的榜样 给他看见上帝的国在地上 是应该是怎样的 刚才我们讲说 以色列人怎么失败 所以 后来 为什么要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 成为城的根基呢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必须要回来到 基督真的不能改变的根基上 他们才在这个世界上 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这个边给我们看见 是神整个的救赎 和卷选的计划 他减显了以色列人 可是他的卷选从来没有后悔的 所以他在最终 他怎么完成 上帝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 所以呢 上帝卷选以色列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四十九章六节所讲的 他说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德保全的 归回上位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所以呢 以色列人是被召为 成为列国的见证的 可是在旧业里面给我们看出 他们失去了这个见证 可是上帝如何在新业里面 让他们恢复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知道 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 他说要使你们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至到地级 换句话说 上帝要救的是全世界 不是以色列人而已 他是要透过以色列 给列国一个榜样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魔鬼的过程当中 有不断的脱坏 可是上帝还是完全的 来成就了这个计划 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圣经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你这个可能要读英文圣经 才比较讲了 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听得懂 可能也时间的关系 我就让你们回去自己查经 圣经中有12个名字 在英文字母里面只有两个字 很奇妙 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 圣经的每一句句话里面 都是上帝的口所出的每一句话 他直接不突然返回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为什么要讲 两个两个的出去的 一个重要的真理 所以呢 我们讲两个两个 就是配对的能力 为什么配对是这么重要的呢 我们 你发现我特别选了这个图 我过去又很喜欢下西洋旗 我们中国人有中国的象旗 可是西洋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你发现那个最高的 还有旁边的那个是国王 一个王后 那是一对 这一对里面呢 是 给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夫妻的 蒙月 而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 然后你发现 你在 如果你懂得西洋旗的话 你两篇都是一对的 Bishop也是一对 我们中国人讲 我们象旗也是 一对马 一对车 一对一对的 可是西洋旗中间呢 你发现我们 中文的呢 就是两边一个是 中间是将军 就是将啊 我们的最大的就是那个将 可是西洋旗里面中间呢 是这个国王跟王后 国王只是每个只能够走一步 可是国 那个王后 她是无所不在 哪一个方向她都可以走 走多远都可以 所以是最厉害的一个 所以有一句话讲说 上次我还讲过 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我们的太太 因为老师讲的话 很有影响力 可是只有老婆 她不只有影响力 她还有权力 所以呢 你发觉在夫妻的盟约里面 重点呢 为什么神一开始的时候 要人离开他的父母 以其他妻子联合 两人成为一体呢 在过去 大家有听过我讲过 这个丈夫是君王 妻子是祭司 一个是关系导向 一个是任务导向的 所以你发现神为什么 要造男造女呢 其实他的心意本来就是 要他的天国的文化落地 是靠做君尊的祭司去完成的 君王跟祭司 换句话说 做丈夫的 在学怎么做君王 因为 丈夫最需要的是被尊重 他的责任就是爱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呢 最大的需要呢 就是 被爱 他是祭司 所以呢 他 最大的需要是被爱 他的责任呢 就是顺服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这就是比成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所以在整本圣经里面 这个盟约里面 这个配对的能力是很重要 我今天该开始所解析的 其实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一个神的 叫做配对的 为什么神 设立婚姻 在传道书 事章那里说 两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个人 劳碌 可以同德 美好的国家 若是有跌倒的 这人可以扶持 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那这人就有祸了 他说 在这两个人同睡 就都有温和 温暖和 一个人独睡 怎能够睡得晚和呢 有人 公圣 圣一人 若有两个人 就能够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神职 不容易 折断 我们 GJ 也非常看重 这个 这个最基本的单位 就是我们婚姻的盟月 是圣洁的 连船都不可误会 因为这是反映神 跟人之间的关系 旧业的耶和华是丈夫 以色列是他的棋子 新业基督是新郎 教会是新娘 所以的这种的配对 是在整个的上帝的心意里面 然后你发觉主耶稣呢 他召门徒的时候 他也把他们组成一对一对的 你发觉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一节到三节里面 就列出了这一对一对一对的 如果你好好的言经 你发觉 耶稣 召他们来了 给他们任务 给他们权柄了以后呢 你发觉从第二节里开始 你就看见 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彼得 还有他的弟兄 安德烈 然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弟兄 遗憾 然后菲利和谁呢 巴多罗马 然后多马和谁呢 和瑞利的马太 然后亚勒菲的儿子 雅各和达太 然后奋瑞党的西门 还有卖 卖耶稣的家 猎人 尤达 如果跟家猎人 卖主的家猎人 尤达 伙伴 那就很辛苦了 当然可能上帝给他 这个 那个 奋瑞党的西门 是一个负面的教材 你小心 你发现 这一对一对 上帝 耶稣 你发现 在记载都是 招他们都是一对 一对一对的 然后你发现 在路加福音 第十九章那里 将近这个 他们来到一座山 叫名叫 橄榄山那里的时候呢 耶稣也打发 两个门徒说 你们 对那面 这个对面的村里去 进去的时候 被看见 有一批旅居 算在那里 你发现 耶稣要进入 荣耀进入 六双人 他是要旅居 他会找一个人去拿 就 就 找一个旅居来 为什么一定要 叫 两个门徒去 这些都是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需要读到的 然后耶稣 打发彼得跟约翰 去预备 一夜街的 宴席 耶稣 两个 可能一夜街 哇 那个东西 可能吃得多一点 可能如果今天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要叫 五六个去 可是耶稣 为什么只打发 两个人 这边给我们 看见一件事情 上 耶稣 招人的时候 他只一对 一对的 另外圣经中 关键的人物 都是成对的工作 这个要研究的功夫很多 我这边 只是一个大概 他说 你发现 在成为门徒之前 彼得跟叶翰 和他的弟兄 安德烈 和雅各 是成为 是成对的工作 可是耶稣 特别顺恋 有他身旁的 三个最亲密的 最亲密的门徒 这三个 然后你发现 耶稣特别努力的 教导他们 成对的工作的时候 他知道 他身边有三个 因为雅各 他是最早殉道的 他知道雅各 和叶翰 他不能够继续成为 因为雅各 是最先殉道 如果你看 使徒形状 是二章那里 他是第一个使徒 殉道的 所以呢 他 知道雅各 所以呢 他后来三个 跟他最亲的 耶稣 让他们 一起在 这个 你发现 他耶稣 经到雅各 要去了 所以呢 他就为 另外一个门徒 找 他的 就是为他安排 另外一个伙伴 你发现他 耶稣让他们 这三个 克星的 让他们上去 登山 就是 让他们在一起 在克西玛尼 祷告的时候 也是一堆一堆的 然后耶稣 时候呢 彼得和叶翰呢 就继续了 这个 成对的 工作 如果我们进一步的 研究圣经 可以发现 上帝的关键人物呢 都是成对的 工作 我们下面 看看一些的例子 比如说 摩西跟亚伦 摩西 说他的 他是不大会讲话的 然后叫他哥哥 很会讲话 来帮他 大卫 跟阿丹 是个兄弟 最好的感情 耶利米和巴鲁 巴鲁是帮他写的 耶利米只会讲 那招了 就是换句话的 耶利米呢 就招了一个巴鲁 来跟他 口中所说的 把他写下来 然后在路加福音 十章那里呢 你发现 施洗耶汉呢 两个门徒呢 来到耶稣那里 施洗耶汉 来见耶稣的时候呢 他要派两个 门徒来见他 也是派着两个门徒来 所以 当这个以后呢 耶稣又设立了 七十个人 拆遣他们两个 两个的 到外面的去 各层里面 完成主的工作 然后在最后 你发现 十二个使徒后呢 后来又卷选了 保罗 保罗呢 你发现 他也跟 那个巴拿巴 先合作 后来巴拿巴 跟保罗分开了以后 你发现保罗都没有自己出去 知道他有跟希拉 他才出去 所以他在 以马 武师的路上 也同样 也是只有两个门徒 然后你在 新耶的书信 你发现 提摩派 也跟 以拉都 在使徒新庄 十九章 二十二节那里 所以你发现 你如果小心 读圣经的话 他们 圣经这些 关键的人物 都是 成对的 来工作的 成对的工作 是可以 因着季节 而改变的 你发现 刚才我们讲的 这过程当中 这一对对的里面呢 像比如说 保罗开始 是跟巴拿巴的 后来又跟希拉 这是跟不同的季节里面 他会改变的 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成为 一对的一个部分 换说话 谁是你的 属灵的办理 他们都应该 有另外一个基督徒 作为他们的办理 当一个人 成为一个基督徒 并加入 基督的身体的时候 应该 以另外一个基督徒 来 结成对的 这当然不只是指夫妻 弟兄跟弟兄 姐妹跟姐妹 都应该有一对一对的 有时候 一个基督徒 会在一对以上的成员 比如说 彼得跟他弟兄安德烈在一起 他也和耶翰在一起 而耶翰也跟在 雅各一起 你发现吗 一对一对 你和耶翰有两对 然后彼得再也清楚 也给我们看到 他有两对里面 所以可以超过一对 但 很少超过三对的 因为多一三对以后 这个就很难 等一下我要讲的 就很难建立那种 深入的 关系 所以 比较多马 从马太 开始 但 以菲利 结队 他为什么会 离开马太呢 我圣经没有清楚讲 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上帝 有他最好的 美意 所以成对 对于一个国度的 权柄的国效 你发现一个成对 带来 当他们一起祷告 读经 操练竞权 彼此守望 互相的基地的时候 这个也就是 很多人为什么不了解 马太福音18章18节 这个天国权柄的 缘云 你发现 你特别 我弟兄姐妹 特别是我们这些 祷告的勇士 你们要把这两节的经文 记在你的心盘上 我常常解析这两节经文的意思 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 跟19节 耶稣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空白的 天上也要空白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你们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要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 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啊 也必为他成全 无论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赴我的名 祭祭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我们常常用这些经文 快快看过 其实这三个里面 给我们看见 祷告的迎报点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少喜欢祷告 是因为他不知道 祷告的权柄 其实祷告的权柄 我们讲空榜跟释放 天国什么是合法的 什么不是合法的 其实是一个对齐的观念 这个两个人 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 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成全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刚才我们讲的 在传道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 若我们是孤身 就容易跌倒 因为没有人会扶起他来 这个人就有祸了 有人公胜孤身一人 若有两个人 就能够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是不容易折断 你发觉发展配对的关系 是在于深度 而不是在于矿度 为什么上帝要 让我们有这样的配对呢 你发觉 在这里 当我们在讲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知道虽然基督的身体里面很多 可是你发觉身体的部位 有一些是连接的比较近 比如说你的嘴唇 跟嘴唇 你的尸头跟你的牙齿 关系也亲密 所以你常常牙齿会咬到你的尸头 可是它之间呢 齿唇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你的脚跟你的腿 也连接的比较 所以当每一个部位 它的连接有深入的时候 这整个的身体的骨效会更大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个基督徒 以另外一个基督徒 建立一种牢固的关系 比了解一个家庭的团体 所有的成员更重要 换句话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跟很多人建立很深的关系 所以一对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的发展 将要求他们花费 大量的时间在一起 一对强壮的共享深度 不在一个大型的组里面 而是在一个很小的组里面 两三个里面发生 这些关系 更有可能是在一种 非正式的场合里面发展的 我们可以一起去 做一个重复的工作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部戏 我们可以去 在古镜 我们可以去吃一碗高楼面 这一些建立一种深入的一个关系 是很重要的 神很看重这种配对建立关系 因为 所以我们感谢主 其实透过电话 你常常天天跟徐打电话 透过这种的建立的关系 彼此 换句话说 你发现不是人 有些人 很喜欢在很多人群里面 跑来跑去 可是他跟 当中没有一些人 是有深入关系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尾声 尾声是讲到深度 尾声 比我们 搞热闹更重要 很多人喜欢 他到处跑 他没有归宿任何的团体 换句话说 他没有机会好 建立一个神的关系 所以你发现 神给婚姻 也是有这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让我们 能够跟我们的配偶 建立那种 亲密的 而且一个 完全为生的 一个生命 所以 两个人成为一个最 好的罪 办法就是我们一起完成 一项任务 在施工上 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同工 虽然任务业艰苦 而这种关系会牢靠 你发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 大家都是流连 你擦我 我擦你 可是 铁模铁 你发现 这种关系 经过考验的关系 是一种很好的 关系 所以 我们要记得 配对 是国度里面 一个很重要 的一环 所以 我们 你发现 耶稣 派他们 一对 一对的出去 以后我们就会了解 当我们在谈 接下来谈 这个支派 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它 归一对 一对呢 然后你发现 最后呢 我们说圣洁和一的关系 是配对 后面的 权柄 换句话说呢 我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我们在 西医里面 也讲了很多次了 其实性的 最要紧是 圣洁 分别为圣给上帝 没有圣洁 没有权柄 所以圣洁 是一个 换句话说呢 神的爱呢 是用他的圣洁 去调和的 调节的 所以 神用他的圣洁 来调节 他的业 换句话 神 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刚才讲说 就耶和华 神是丈夫 以色列是妻子 新业里面 教会是新娘 基督是新郎 这是一个盟业的关系 所以这个门业的关系 只是分别为圣 归给 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 要讲到 夫妻为什么要专益呢 就是像我们对 我们独一的真神以外 我们不可以有别神 我们不侍奉任何的假神 我们生命中戒队 不可以有任何的找偶像 因为有这些呢 都是使到我们的圣 我们的圣家的身体 沾染无悔 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 他说 每一个罪 我们都是 都是身外 在犯的时候是身外的 唯有犯奸淫 是得罪到了我们的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殿 是上帝圣灵的地 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 所以你们要耶稣 你的心 你的心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如果失去了圣洁 你就失去了全病 有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 有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那些守洁心情 启示不怀鬼诈的人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在历代指下十六章九节 他说耶和华的眼目 偏差了全地 他要显大能帮助那心 向他纯诚实的人 所以我们真的 要保守我们的心 甚至保守一切 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的 我们要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既然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我们就不要效法 那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 那种放纵情意的样子 因为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 你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纪就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 我们要记得 我们得署 脱弃我们主宗 所流传虚幻的行为 不是凭着那能坏的经营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虾吃 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压 所以 基督在创世以前 就一先被神知道 却在这末世 要为我们显现 我们也因着信他 就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神 叫你们的信心盼望 都在一生 所以呢 我们是因顺从真理 竭尽了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要记得 这个配对的关系要圣洁 讲到这里呢 就是说 夫妻之外 你可以跟 你换句话 弟兄跟弟兄 姐妹跟姐妹 做这种属灵的配对 如果你说 夫妻以外 你还跟另外一个姐妹 很深入的那种配对 那 有可能 你会掉进 二者的 圈套里面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我现在要用 很快的来看这 六对 我们 接下来 这第三步 要讲 为什么这一对 这一对 这一对的意思 这六对里面 其实是 谱写出 神 既其 美丽的 基督的救恩 的一个祷告 所以呢 当保罗 花了很长的时间 写了第一章到 第一 十一章的 这个 特别在最后 讲到他 对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讲到对 以色列人上帝的 计划的时候 前面讲到对 外邦人 对 以色列人 可是特别在 九章到十一章 里面讲到 神的 伟大的 他的 智慧 是真的是 无法撑土的 保罗 就在 最后结束 这个全面 整个的 救恩的 这个 救恩的 真理 结束的时候 他说 身在 神 丰富的 智慧和 的知识 他的 判断是 何其难寻 难扯 他的 终极 是何 其难寻 谁知道 主的心 谁 做过 他的谋事呢 是谁先 给了他 是他 后来 赏还的 因为万有 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所以 当我们 谈到这个 救恩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希望我们 在第三部 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的 来 送葬 我们 这位 伟大的 上帝 所以 彼得 前书一章 三节 前面 三节 经文说 他说 愿送葬 归于我 主耶稣 基督的 父神 他曾 造作 自己的 大联名 借助基督 从死里的复活 重申了我们 叫我们 有活泼的盼望 我们可以 得着那 不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我们 存在天上的 那个 不朽坏 不摔残 不玷污的 基因 而我们 这一般 因信蒙神 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 得着 所预备的 到末世 要显现的 救恩 所以以后 我们会来看着 每一队的时候 每一队 我们要花一堂的时间 来讲 我们从 这一些的 不同的支派里面 让我们 学习 一队一队的 来晋升 从这个真理里面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 将这些 宝贵的真理 成为我们 行道 的法则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快快地 来看今天 我们所学的 三个应用的 属灵的原则 我们所学的 应该要把它 应用出来 要记得 个人 你就是再强 都不要 独自飞翔 神所看重的是 基督的 互为肢体的团队 换实话 今天很多人 喜欢做 独行侠 我记得 我在2011年的时候 我是当枪匹马 来到 全世界的时候 神扶招我 我就 凭着信心 出来的时候 当时是 孤身一人 我第一个 祷告说 主啊 你为我 预备团队 因为我知道 圣经里面 神不许愿 我们 孤君作战 你发现 圣经里面 有很多 圣经人的故事里面 很多 不好的下场 人的失败 都是当他 孤独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呢 你发现 圣经 圣经 劝勉我们 他说 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 有什么安慰 圣灵 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 怜悯 和慈悲 你们都要 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 你可以满足 凡是不要 接党 也不要 贪图 虚伏的荣耀 只要存 圈碑 个人 要看 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 不要当 顾自己的事 也要 顾 别人的事 这些都是以上 耶稣基督的态度 说说你当以基督的心 为行 第二个圣经的原则 我们要应用的 我们要造作个体的功用 我们彼此的相助 要变教这个身体 建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要记得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肢体 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面 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身体 我们必须要互相的联络 做肢体 所以我们要按照神 给我们的恩赐 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 我们在哪里 所以我们具体最大的一个心愿 是什么呢 发掘 发展 发挥 我们要让每一个人 在神的生命中的命定 他们能够获出基督的那个 荣耀的形象来 让我们当中做知识的 能够专一的知识 做教导的 能够单一的做教导 能做欠华的 单一的欠华 施舍的 能够诚实 子里的 能够殷勤 怜悯人的 能够甘心 求主 帮助我们 因为他所赐给我们 已经有这个五重的恩赐 5-4 ministry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从福音的 有牧师 有教师 他要成全我们 各尽其知 为了就是建立 基督的身体 最后 我们要发展 配对的关系 在于深度 不是在于狂度 换句话说 从我们人里面 你发现 你的细胞健康了 你全个身体都健康 所以 要记得 身体是每一个细胞组成的 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 一点面教 能够使全团发起来 所以我们要好小心 这个身体里面 一个教 能够使到全团都发起来 所以呢 我们不可以自华 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要彼此 在基督里面 顺服 我们要用无教的面 应当用 把旧教 完全除尽 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团 因为一夜节的高扬基督 已经被撒献祭了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些的问题 让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讨论这些影响力 为何需要以根经成为对配呢 就是换句我们刚才讲的 使徒 四二字派 门 然后那个根基 使徒的四二根基 为什么要成为配对呢 那你是否有属于 至少一个属灵的配对 彼此所望呢 你是否有委身 以基督的身体 有用感 责任感 和归宿感 你是否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不断的来成长 求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感谢你在这一年里面 你透过这一系列 你让我们建立 一种先知性的高度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 整个的国度的蓝图 看见你把我们摆在 怎样的一个位置上 回应你的呼召 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你祝福每一个 听见神的道 有其遵循的人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 宝贵名祈求 阿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